回過去想他一些話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動力 那相較現在的我是很幸運的 是我有這個天時地利的時空 我可以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因為某些看不破的一些想法 而去阻斷了他 那不見得對得起我的天賦 對 也不見得對得起我自己 應該是趁這個你可以做 你就盡量去做 大家好 我是姚可杰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 歡迎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訪問是好久不見的老朋友 搖滾歌王姚可杰 大家好 Jesse你好 陳大師 又八年不見了 有什麼事我一定要來這裡拜個碼頭 其實我根本沒有算時間 但是剛才聽到經紀人說 你應該要來這裡拜個碼頭 上一次來是2015 對啊 我一定要跟你敘舊 這要跟大家講 是真的一定要來跟他拜碼頭 因為老實說 是他成就了我這樣 別這麼說 真的是這樣 但是他自己也賺了不少版稅 可是今天工作人員 已經都紛紛叫你老師 我就傳心中一驚 大師 您是成就我的大師 對 然後我勉強稱老師這樣 好 其實那個 姚可就是又連發三首歌 三首一起發 對一起發 聽說本來想做專輯的 是啊 就是很多時間 很多事情拖著了 拖著 然後等到你真的要湊成八首歌 哇 那更是何年何月了 不過大家都說你動靈 我沒有理 新聞很喜歡說你動靈 沒有現在科技非常進步 但是 所以你有那個嗎 我是說那個 修容軟體這樣 修容軟體 我以為你有做很多那個 出入於很多 我還真想 假設到了一個年歲 如果真的覺得自己覺得 還是可以做一下 對不對 對啊 我不排斥這個 你不排斥 對啊 你最想做什麼 重點是自己開心最重要 我想你最想做什麼 你是說 還不知道 看 再過五年後 看需要做哪 對 看需要做哪 我就做哪 真的啊 真的啊 這蠻坦率的 我說蠻坦率的 這個其實到 到我這個時候 我覺得其實 很多事情就是 隨著心意走吧 然後也不要太那個 對 其實剛才感覺一開始 我們也聊到一些 就是私事 其實這幾年也有經歷一些 也是家庭的一些事情 對啊 所以也一定有很多衝擊 很多感受 尤其是大家一起年那個時候 對啊 然後尤其是我這個年歲的 可能你也感同身受 就是一定會遭遇到一些 必須遭遇的事情 對 然後 這幾年其實 盡心盡力啦 但是還是會 你也知道嗎 你進行 你在 有些事你再怎麼盡心盡力 你還是 你就是 時間就是在這樣走啊 對啊 那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就是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會面臨的 對 都會面臨的問題 但是剛好就是疫情年 那疫情年我覺得會 有些事情 會加重那個悲情嗎 我覺得是會讓 如果是跟我一樣的朋友 在疫情年碰到 老人啊孩子啊這些事情 其實壓力會更大 一定的啊 那時候你是被關起來 對不對 然後那是未知數 不像我們感冒 你常常可以隨便去看病啊 對對對 哇那個 那個真的是一種 一種煎熬 OK 對對對 進出醫院什麼的 都是 如臨大敵啦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 嗯 就是 會讓你去重新思考很多事情 嗯 甚至想說 欸 這就是音樂 自己最愛的音樂這件事情 還要不要幹 還要不要幹 說白一點就這樣 雖然現在有 有錢有錢 但是 但是還要不要做這個事 在你人生當中 他的比例 比重到底是多少 不過聽到令尊有給你一些啟發 對 就是 嗯 我爸今年四月走嘛 那 其實在過程中 其實有一度 沒有在想音樂的事情 嗯 但是 回過去想他一些話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動力 對 嗯 你這樣一路這樣看一下 其實說實在的 人生其實不長欸 嗯 真的不長 那你要做 好日子有極短 對 那 相較實在現在的我是很幸運的 是 我有這個 天時地利的時空 我可以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 因為某些 看不破的一些 想法 而去 那 那 不見得對得起我的 天賦 對 不見得對得起我自己 是是是 應該是趁這個 你可以做 你就盡量去做 因為 謹慎的 未來不知道多長 沒錯 那你開心 大家也開心 了解 你就是一定要 執著的那一塊 其實 周遭了也會跟著你的情緒感染 也不好 我懂 其實就是有時候你很想 很有得失心 還有企圖心 結果糾結在一起 反而也許所有的自己啊 跟別人的氣場 大家都搞亂了 對 那很多事情其實就是說 你反而 反而先 先 你要鎮定下來 要鎮定下來 這個鎮定下來怎麼講 生老病死不是說 你想鎮定下來就能鎮定下來 你要先 想通一些事情 然後 定下來 然後 然後才能夠 思緒才能夠穩定下來 然後 心靜定下來 那你的步調就會 不會亂 然後就會想著 未來該做些什麼 我想其實也就是說 一個是先要接受 很多人都會喜歡說 先接受他 面對他 這個其實也是類似你說的 把這個事情定下來 對 那 相較之下 其實你自己也是人 那你先 先找到一個對自己最好 最對的方式去對你自己 你就會 其他旁邊周遭的人 也就會更得好 是這樣 先把自己想清楚 對 所以這個歌是今年寫的 其實累積的 疫情年 停停寫寫寫 就寫了一些 感覺 那我這次是 我這次連吉他都自己彈 對啊 因為聽說買了好幾把貴的吉他 不拿出來用 用怎麼行 對啊 不拿出來用怎麼行 所以從彈的發響到詞曲 這剛好是疫情嘛 真的你也知道 這關在裡面 那關在裡面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 反而是好事 對 可以創作 對啊 您更是創作的大師 對不對 關了你老字不受限了 這點要跟你多學 其實我都跑出去 我根本 那也不乖你 真的是 對啊 然後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就可以有很多的時間 去整理你 你那些 關於你老在另一塊 又左腦又老 那些關於音樂的想法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 因為總共現在 從10月份 已經有三首歌上架了 對不對 是 我們先 按照順序是哪一首先發表 按照順序照理說 先做完 照我們以前的老習慣 都是快歌要先發行 對 那我這一首 第一首快歌叫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我很喜歡這一首 神大師 竟然會有說 喜歡我的歌 三首裡面我最喜歡這一首 三首比較裡面你喜歡這一首 但是你不見得喜歡這一首 你是說要跟誰比呢 你的評論很重要 你是說要跟誰比呢 你的評論很重要 是要跟吉他之神比呢 還是要跟搖滾之神比呢 所以我就說 但這三首我一聽起來 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這首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感謝 而且寫得真的很順 感謝 這就是把當 其實就是把當初 年輕時候 想做的東西 撿回來做 就是一直 想做這類東西 而沒有機會把它做成 撿回來 放在現在的時空 用新的編曲的想法去做 了解 好 我們現在還可以聽一段嗎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對 現在是考驗我們姚老師的時刻了 今天的吉他不是他的吉他 是我們這邊將就湊合給你用的 今天要不是因為陳大師的話 那也不會唱就對了 因為各位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來唱 對 所以 而且重點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你先跟我唱一首 唱一句永遠不回頭可以嗎 沒有 我又不是那個 XP 永遠不回頭 好不好 大師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想要飛就飛吧 只要帶著你的愛 痛快以後 誰痛快 只要帶著你的愛 不管風與火墜落 掙脫會想念的角落 祝福在你身後 還是這麼高的Key 還是這麼高的Key 這個吉他好像Key不太對 所以你都沒有這樣的Key 你唱以前的歌 我是沒有相信 但是這個可能有點深Key吧 是有點深Key 對 這是在寫什麼跟大家說一下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怎麼樣 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對 是在寫什麼 就是 剛剛我們講了一大堆 那掙脫會想念的地方 可能就是也說了 我在這些音樂領域裡面 聲聲喳喳 進進出出多年吧 那對年輕人來說 可能他是 正是敘事待發 學好的東西 想要往外衝的時候 對 翅膀掌硬 那孕育你的地方 也許你是 或是很偏鄉 很小的一塊地方 可是你準備衝出去了 那你衝出去 也許很多年以後 你功成名就了 那或者你還是在浮浮沉沉 是 那 可能要回頭看一下 當初孕育你的 或是你出來的那塊地方 他可能會給你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和能量 要回頭看一點 就跟你寫的那首 永遠不回頭 是不一樣的方向 是是是是是是 其實在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心境 本來就有不同能量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是往外 有的時候是往內收 有的時候是你想往外 突然被打回來 然後K了 就是很多種 人生百態我都寫過了 所以事實上 就看大家喜歡 適合自己什麼歌 你那時候就去表現什麼東西 那這首歌其實 我的想法 就我來說 對我的套用模式 我會想到我的音樂生涯 這樣的掙扎和進進出出 那也許很多人的生活 人生當中其實會有一些機會 會有在這個情境下 會有在這個情境下 但是這首歌 這首歌我其實 口語上是對一些 年輕朋友的祝福 就是你 我知道你現在年輕 我以前就這樣 對不對 勇往之前 什麼都不怕 你爸也是年輕的 對 也是年輕過 對不對 義無反顧又往前衝 但是你會忽略周遭很多的東西 和你身後 一些關心的眼神 那希望你可以把它擺在心裡面 那你在出去闖蕩的時候 你的動力會更強 Jack有小孩嗎 有啊 這也是對我女兒說了話吧 現在多大了 現在大三了吧 大三然後 也是剛才出去闖蕩的時候 那她是 喜歡闖蕩的個性還是比較 溫柔 顯熟的 我女兒其實是 在我的 在我心裡面看 她跟我滿像的 但是她不承認 你覺得她其實也是有一股 我覺得她 還滿有那個動能的 了解 對 然後很多事情 很愛一些活動 一些人生的一些 想法上都還滿積極的 滿能夠去參與 一些很多事情 很愛去參與 去做一些事 然後 不是那種文靜單在家裡 了解 我覺得這點 我覺得滿好的 對 她會聽你的話嗎 應該是現在 我在聽她的話 對 可能她 我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 她好像 還不用聽我的話 她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還不用 你要聽我的 還沒 我還很早能夠講 對 我沒有機會講說 你要聽我的 現在變成我要聽他的 真的很幸運 從另外一角度講 是吧 就是沒有太讓你操心 但是我就比較沒有父親的威嚴 姚老師的威嚴 不能就擺那個譜啦 對對對 沒關係 就扮演子父就好了 我們要聽下一首 《領悟這一刻》 這首我怎麼感覺 也是寫給年輕啊 不是 這首歌其實是 這首不是嗎 我跟一些多年不見的老友們 一些接觸活動之後 我的一些感想 就像 像你看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有一股樂團的熱潮 我們都樂團出生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東方快車這些 是啊 我也不記得 帶拖 之前 不是我做嗎 對 就是你 之前就是 都會有一些很多 我們玩樂團的朋友 你看30年後再碰到 可是也是在不知情的場合 然後他們都在 婚喪喜慶嗎 也不是 就是很巧豪的場合 然後各領域都發展很成功了 OK 對不對 譬如碰到Illine在幹嘛 他變成CEO了 或是科技公司主管 退休 已經退休了 早一點都退休了 那這些人 你這麼多年不見 那其實你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 對 因為各個領域差很大 對啊 而且已經過那麼久了 怎麼不能一直跟他哈拉晶片什麼 我也不懂 這類人才啊 這類人但是 就是很巧妙 你會在樂器行 會在買其他店 碰到他 真的 他們從事 音樂 那你一開始不知道他在幹嘛 你只知道 你把他當作 還是當年玩樂團的那個人 其實他已經不是了 他已經是 走過半個人生有一些領悟的人 是 但是他 他每天 可能他最愛的東西 還是摸著吉他玩一玩 所以他們現在都還有些人又玩回來 很多 可以組一個 新董事長大樂隊 我的心願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尤其是在有一陣子在內地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些朋友 真的就組成一個團 那些人都在各領域裡面 都是已經滿成功的人 那就是他們當金主啊 金主應該不是大問題 應該不是金主的問題吧 應該是說 大家湊起來 玩熱愛的音樂 要講什麼 唱些什麼 這個比較是一個大家想的事情 知道嗎 對 那會有很多很多的感觸和領悟 讓你一時之間太多話 不知道說什麼 我覺得還是可能需要一點點整理一些沉澱嘛 也許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想法 所以就產生了這些歌嘛 好 我們來聽一下 《領悟這一刻》 《領悟這一刻》 小啦啦啦啦啦啦啦 aja啦啦 枷邊肩又鎖在這裡 心裡面一起唱著歌 小啦啦啦啦啦啦啦 深信花就聊到这里 并不止我们这一刻 你小心我 你小心我 请你请你相信我 这里没有蹉跎 今天访问是从东方快车变成东方 然后再变成单位的姚可杰 现出了他2023年新的作品 有三首歌领悟这一刻 最后首歌叫做三个字 别伤心 歌名越来越少 下一首第四首就变成只有一个字 别伤心再讲 别伤心就是 这几年来累积的一些 面对人生的一些 情感 悲欢离合 生老病死的一些感想 也没有特地写给谁 也不是就是一些感触 比如说一些人事物 纠结在这个斗点 当然不要以为是据点 走这一招这样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是 还是要用比较正面和 有心得的心情去往前走 而不是被动的或是没有斗志的向前 因为我觉得你的形容词都很特别 你说有心得的心情 我觉得就是 因为有些人 他活到 他没有什么心得 你知道你问他就脑子也空空 每天就这样过 有心得而正面的往前走 那别伤心这句话 你对人家说 他伤心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 就是你要走出来 那个讲是没有用的 那应该是 而且你假设说 你要用时间去治愈你的心 事实上也不太可能 重点是你自己的心 有没有释怀 那一刻很重要 这不一定是时间长短 常常有人讲到 你用时间去治愈你的什么 其实很多很大的伤痛 是你用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治愈 年后你还是一想到就 对它会转化成某种 某种状态或情节吧 所以就是让自己告诉自己 那些事情它是一个 只是一个事件或是一个故事 在这个斗点中 你要转化心态去往前看 在某个路口 你碰到以前的人事物 也许心境不同了 聊聊天或是走一走 你就可以有一些 不一样的心情 心得开始 然后让之前的一些 你认为不好的事情 是一个获得的心格 人生的心格 这是一种转化 对 有什么难可忘记 对不起该这么说 不该问你好不好 用你的眼泪 喝出了我 有一样的背影 温暖了我心头 被四月塞下一个路口 今天请到就是每一首歌 在KTV都会逼死人的 是姚可杰姚老师的新作品 有三首歌 不会KTV现在升降Kick很方便 是是是是 但你没有 我想称赞就是你一开口就还是没有 就我觉得很惊人 因为我听说在生理上的 其实那个肌肉的那个 圣诞的肌肉是会随着年纪还是会 会下降 我是觉得是 耐力啦 譬如说以前你可以唱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 我懂了 对不对 但是也许可能你现在只能唱两个小时 或者你要多休息一点 OK 去不要太强迫你自己 了解 那但是他会给你一些机会 然后还是可以给你一些适当的表情 你只要让他休息 适当的休息 都不要太操就对了 对对对 都不要连续的 对他还是会给你面子啦 对不起这是在您这个年纪目前在讲 在十年后再听听看咯 希望 就是跟他好好相处 新董事长乐团要快点成立啊 否则 否则岁月也不在人就是了 就是希望可以 活在音乐里面 但是呢看缘分 其他的事情都看缘分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 是 现在去想一大堆那些什么销售 什么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有点自找麻烦了 就回归到 现在小朋友一开始也都没想这些事 对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这样 先做了再说 这样就很开心 先去说这些歌 我就是先过自己的这一关 了解 自己爱自己喜欢再说这样 如果自己不喜欢就 就算他再怎样 那我还是不要 你一直都这么有个性 可能也不是你了 中间也不会这么多进进出出了 可能是以前还好有陈大师成就了我 要不然我这么有个性 可能会吃了不少苦头 早就已经 不过也许你会晚太早生了 因为现在21世纪很混乱的 现在更奇怪的人 也许都有机会出来 可是我要说就是大家都说 现在时代进步 很方便 也不一定是进步 就是现在更多元了 但是是福是祸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 回去问你女儿 因为是他们的世界 他要得面对 对 你看像我们那个时候 虽然社会很保守 譬如说媒体只有三台 插爆什么的 但是 但是 童又很快乐 对 你只要出了老头 可能你都 就是 就很容易被人看到 了解 可是现在 我觉得好像是一片海 茫茫往海中 对不对 千万的网红 每天都有无数东西上传 对不对 那个一种创意的及时的拼比 对 哇 那个淘汰率很残忍 而且那个 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很快速的 对不对 很快速 很快速地丢 很快速地看 要 要或不要 你知道我上下滑 还是往左右滑 你知道 他根本就在0.1秒钟 一直在做选择 有很多很好的创意 也许就这么的 稍纵济世了 所以不管老师也好 大师也好 现在都不重要 哈哈哈哈 我们要认清 某些现实 对 我觉得我们开心最重要 是是是 好 今天刚才访问到老朋友 姚可杰 带来他的最新三首歌曲 谢谢可杰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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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